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有长得比你们都好看的三好大叔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OG对战team liquid的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这个是2019年镇中杯欧洲区预选赛的淘汰赛首轮比赛 那么来看一下这套比赛双方的一个BP 这套比赛OG在第一场比赛西败了以后第二场比赛仍然是选择拿神牛加大胜 在BP方面基本上跟第一场比赛维持了一致 那么只有一个调整就是选择搬掉了马桶的剧毒 他们没有选择搬掉任何一个Miracle的英雄 也就是说把Miracle的英雄放给你选 随便你去选 反正你能上场的英雄在我完全不搬的情况下也就那几个 一般来说他们会在最后一手的情况下选择搬掉Miracle的水人 因为这个英雄确实挺厉害的 再加上这场比赛他没有搭胜有神牛 如果让水人变成这两个英雄打的话 也是正面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出色 讲道理的话 液体这场比赛又是拿出了Miracle的沙王 在BP方面跟上一场比赛基本保持了一致 但是我一直在想 就是在OG的阵容技能这么好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考虑一手拉比克 拉比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考虑一下 重播警告 这样的比赛选择是在第三手拿出了神月 有观众说就是说如果在第五手去搬这个 感谢王熙大佬的打赏非常感谢 有观众说如果你在最后一手搬过水人 那我就三四手拿水人怎么样 三四手拿水人这个英雄之所以就是一般 不选择在三四手拿主要还是因为这场比赛的BP顺序 就是液体这边由于他在三四手是先搬先选 所以他在三四手如果提前拿出来的话 那么OG就可以在三四手去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克制水人的英雄 或者说一些能够去快速出到大骨灰 这样类似这样道具的一些英雄出来 那么这场比赛拉克的选择是拿出了神月 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他们很有可能会掏小黑这个英雄出来 现在OG的阵容很不适合去用小黑 当然了他们目前现有的这个阵容由于冰龙没有了 所以他们如果现在想防小黑的难度已经是变得比较大了 先拿了一手沉默术士 用沉默来克制谜团 但是小黑现在挡不住了 小黑挡不住了 大叔戴泽怎么销声匿迹了 戴泽这个英雄现在一般不去用他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控制 而且在救人的方面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优先用神域 因为神域在救人方面的能力要远胜于戴泽 戴泽的进攻性更强一些 而且戴泽这个英雄自从他的大招改版了以后 实际上他大招这个技能就相当于是没有了 几乎就没有了 现在戴泽他的大招最大的提升 就是对于戴泽这个英雄最大的提升 反而变成了刷钱 就如果大家打过这种大哥位 或者是接近大哥位的这个戴泽的话 就应该会发现戴泽在现在刷兵线和青野的速度特别特别快 就是你在打兵线的时候 你只需要先上一个毒 然后再给等这个毒稍微毒两下 然后一个治疗波上去 暗影波上去以后 这个兵线就没了 打野也可以 就是一个毒上去一个波 A几下 然后这一波也就没了 打野和打线的 打钱的速度特别快 但是没用 这个英雄你有多少钱还是没用 所以这个英雄现在不爱 大家不爱用他的原因就在这 以前编织这个技能 别的不说 起码能开个视野 对吧 我往那一甩 我叫有人的话 我能开个视野 后来不能开视野了 后来我记得是不能开视野了 不能开视野了以后 但是至少这个技能甩给对面 或者甩给自己的队友 他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效果 而他变成一个被动以后 正面团战戴泽这个英雄 体格又不行 对吧 腿又不是特别长 虽然他的移速其实并不是很慢 但是他又没有什么 可出加移速的装备 本身又特别的脆 长得特别特别的瘦 体脂还 体脂率特别低 然后也没有肌肉 体脂又低 还没什么肌肉 光长脑子 可是脑子又不禁打 这个英雄就变成了一个 我又站不住 然后我又没输出 我还没有控制 我也没有沉默 然后我只有一手减速 减的还不是特别多 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英雄 所以他虽然前期战线很厉害 但是在现在这个版本 中期节奏比较紧凑的一个情况下 戴泽这个英雄会变成一个 比较拖后腿的点 再加上他的施法距离 也是有硬伤 尽管在天赋方面 可以去增加施法距离 尤其是脖藏这个技能的一个距离 但是你如果去打酱油味 没有那么多的等级和经验提供给你 你的脖藏等级一直上不去 这个英雄还是很废 再加上现在很多英雄都习惯于出大骨灰 也就是说你给一个脖藏上去 我套个大骨灰给这个人 这个人一样要死 这个就特别尴尬了 这场比赛没有选择去拿小黑 利亏的这边 拿的是一个死问 这样的话是Miracle的死问 最后一手剩的是马桶的英雄 OG他最后一手应该会考虑去搬掉一个德鲁伊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德鲁伊或者是帕格纳 德鲁伊帕格纳二选一 最后一手OG自己选择是拿了 第四手选择自己是拿了一个水人给安娜去打 那么还剩一个 目前还剩了三号位 就是剩一个CB的英雄 从阵容现有的阵容BP来看的话 其实Liquid在对于CB这个点的针对上 主要就集中在了一个马桶纳斯身上 因为CB其他的英雄 放给你一个先知让你搬 这个就是放给你先知让你搬 因为上一场比赛讲道理 CB的先知打的一点毛病没有 虽然输了 但是他的先知打的一点毛病没有 除了最后一波团战 很不理解为什么会选择飞到对方 这个残血已经没有队友能跟得上的 这个TV身边让对方TV换了一波血 这个操作我有点没看懂 其他的没毛病 最后一手搬掉的是一个九仙 OJ这场比赛在最后一手 当然了 这个OJ要是拿个什么四号为大胜 然后让这个TOPSON打个中单成魔术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最后一手果然是搬掉了德鲁伊 没有出现太大的意外 搬掉了德鲁伊 那么液体这边在给马桶的英雄选择上面空间 还有一个帕格纳 我很费解 为什么现在这帮职业队伍都没有人开发小骷髅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现在强到令人发指 真的强的不讲道理的一个英雄 为什么没有人去开发 而且完美契合当前版本中期节奏比较紧凑的特点 就是你拿克林克兹不要想着说 我一定要去拿他在中期搞出多大的事情来 这个英雄现在只要进战场就绝对会搞事情 他搞事情的能力现在几乎是全游戏第一 游戏中期的时候克林克兹满级火箭 加上这个有魔龙枪的情况下团战 随便甩一个这个大招到战场里边 就是一定要死人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最后一手给马桶拿出来的是一个玉米蜘蛛 但是玉米蜘蛛这个英雄你拿出来 你去哪兑现啊 NOTEL最后一手拿出来的是一个狮王 他打算拿玉米蜘蛛跟谁对去 跟找水人去吗 他只能去找水人啊 但问题是你这俩大哥谁都打不过大胜啊 这玉米蜘蛛这场比赛 虽然说液体这个队伍他在拿玉米蜘蛛的时候 胜率比较高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对玉米蜘蛛真的不是太友好 我现在已经在设想这个4万多只小蜘蛛被神牛一个挑大的场景了 按照你说的 因为他没有体脂骨弓这个英雄他跟这个戴泽不一样 你知道吧 戴泽这个英雄他是没有肌肉还没有脂肪 就是一层皮包骨头对吧 你皮包骨头跟我就是骨头 那他还是有区别的 没有皮 没有皮 光有骨头 那个骨的骨子骨头最外层 常年这个包在最外层去用的话 你就会变成像邓氏鱼一样 对吧 变成像邓氏鱼一样 他的这个外层的骨骼就会包裹下来 变成跟类似牙齿一样的存在 那个是很厉害的 你大家都包上一层皮 你这个骨头整天不经受风吹日晒的洗礼的话 那不够结实 对不对 没有打磨的很光滑 真的 科林克兹这个英雄绝对值得开发一下 这个英雄现在中期强到 真的这个应该强到不讲道理 团战的时候 你在游戏的中期随随便便去参端 一个大招甩到正面战场 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能跟在这个正面战场生存 而且科林克兹这个大招燃烧之军 因为他的这个能够承受攻击次数 我记得是两次吧 还是三次 好像是两次 但问题在于就是一般没有人会去真的打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选择去打这个燃烧之军的话 你还要同时去承受科林克兹本体的伤害 这个伤害是你所承受不了的 再见了宝贝 一本正经忽悠悠心人 邓氏射手 可灵可思 哈哈哈哈 邓氏射手 讲到底这个我虽然觉得 这个 虽然根据这个数据统计来说 液体的这个中 马桶的这个中单游蜘蛛胜率非常高 但是 这场比赛啊 就单这场比赛而言 我不是太看好他这个玉母蜘蛛的发挥 虽然这个整场比赛 而且这场比赛这个玉母蜘蛛还出现了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他是不想把这个兵线卡的太好 故意这么做的还是什么原因 玉母蜘蛛这个英雄应该前期是不在自己家这个位置放网的 正常情况下是不在自己家这个位置放网的 一般来说是会在这儿放一个网 然后呢 走到这个把兵线卡 当两拨兵线接触了以后再在这儿撒网 因为你提前点撒网会导致你卡兵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兵就穿过去了 不过这样比赛 托普森也没有打得太细致 这个地方 托普森是选择补了这个刀 没有去瘫自己的这个buff 这样的话玉母蜘蛛身上有三层 NOTEL在下路呢 过来去保一下这个安娜的水 面对的是神域加上死笨 神域加死笨的这个组合 实实是有点弱 如果讲道理的话 先知呢 这个谜团又是选择直接出来去打野 裸体出来打野 然后把自己先打一个这个850回来 打一个850回6 然后养给这个死笨 让死笨在下路日子过得能舒服一点 大圣在中路目前是7-0的正反驳 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大圣的这个大棒子伤害 他的暴击一级的就是150% 小蜘蛛的这个血量呢 一代小蜘蛛是280点 也就是说他的攻击力只要能够达到这个运 他只要能够打出来自己的被动 一棒子上去的话 这个小蜘蛛基本都没了 尤其是二级的这个如意棒法的时候 攻击力可以额外加90 然后再加上几个细带 加上两三个细带 这个基本就没了 现在边路的一个对决方面来看的话 死问目前的补刀数呢 是5-0 被这个狮王其实压制的还是有点惨的 狮王在前期去压制对方的英雄的时候 比较好的选择是多带几个芒果 多带几个芒果 然后再带一个小摩伴 把自己的状态打空以后呢 尽可能把血量拼得也比较空 然后这个时候找一个机会 绕到对方塔后去送二塔 这个是对于世王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像他这样 选择是把自己的蓝利用这个芒果 先拼 拼得差不多了以后 把对方的兵线逼到很靠近 对方的塔的时候 选择刻一个小蓝回来拉野 这个也是一个收益比较高的做法 大圣目前的中路 现在已经是拥有了 23-1的一个正反母 不过羽毛蜘蛛现在其实发育的也还不错 目前有13个正补了 已经手里边攥着 看看下路的这块 狮王没了 吸一口 最后还是被口给带走 但是Miracle这个地方 最后没有扛住 安娜的一个变异攻击 在那是塔的输出 最后是被塔打死 126块钱平分 但是安娜自己一个人 独享了一个范围金钱奖励 所以他拿到了184块钱 上路这个地方有真眼 一个板 这漂亮 这刘记杰克斯拿到了治理减二 现在双方前期的一个对线 补刀还有击杀方面 现在都是OG战优 一个锤 锤住 狮王剧灵 奶自己一口 然后再吸一下 吸的还是找Miracle吸 尽量找Miracle去吸 一共之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开始打野了 已经 已经不在线上站着了 因为再在线上站着的话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对方的现在 这个大圣已经是拥有了 这个两级的棒击大地 两级棒击大地的 加上如鱼棒法的话 可以 只要打出来被动 欲母蜘蛛这些小蜘蛛 就全都要拉走 因为你就算是分成两堆 他也可以找一个角度 一下拍你两堆 这棒独特要 应该是六个魔棒 吃一下奶自己一口 但是没有吸 还是要死 这个人头 看看能不能拿到 拿到 安娜还是想去杀一下GH 但是这个加速的谜团 这波确实是有点厉害 这里变迹工精灵 居然还有时间 去给自己扔一下装备 再吃魔板 操作还是比较细致 他现在选择在留点 他没有选择去加 继续加被动 就是因为他知道 我如果加的高了以后 你不上线的话 我这个技能就没有收益 而作为一个中单的大胜的话 前期有上述 这个技能是必备的 因为没有上述的话 你在边路支援的效率 会低很多 而且上述这个技能的等级 越高支援的效率就越高 这个地方沉默树是白给了 因为我们之后支援过来以后 一口再一个合击 nice 这波Jerox感觉有点 说实话 真的有点感觉白给了 这里Noteo抢了一个神符 不过自己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好在Mirror没蓝 身上有十个魔板 但是并不想追 这个时候追过来 没什么太多的价值 没有办法去产生 有效的一个收益 来看一下 目前个人经济方面 玉米蜘蛛保持的 还算是不错 你别说 这套比赛是给CB 去打了一个汉地神牛 汉地神牛 去打三号位 现在的发育情况 也还算是不错 那么玉米蜘蛛这套比赛 因为没有在选择在线上 赖着时间太久 所以他的经济也还可以 但是液体这套比赛 有一个地方处理的 比较让他们自己难受 就是中单的兵线 其实是浪费了很多的资源的 虽然玉米蜘蛛 已经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覆盖中国的资源 看到下落 失望的墓碑已经插出来了 而且这个墓碑 没有来的金奶 这就亏了 没来的金奶就亏了 这里CROK先被打死 减2看一下迷团甩了一个凋零出来 但是Miracle这个地方 还在被追 大赏砸下来 再上树给视野 这里一个大棒子抽中 Miracle其实反应很快 直接是砍了一个周围的树 但是这个地方 想要预判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预判到对方是 在哪一棵树的话 难度太大了 确实是 TOPUS在中路目前的 捕捕数是56-15 反捕数其实并不多 因为他有很多的时间 是对方的这个 玉母蜘蛛 没有在中路待着 TOPUS也没有选择 去过多的空线 如果他一直空线的话 把这个线 中路的线 一直空在这个地方 不让他动 正反捕全收的话 其实这个对玉母蜘蛛来说 很难受 因为玉母蜘蛛去钻野 现在的效率 并没有那么高 他还是要适时的 去线上补一下 而大胜没有选择 把兵线空回来 他也没有能力 去进行一个线野双收 能够看得出来 大胜这样比赛 他在中路的这个战线 对线能力 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实实在在 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如果他是更强一点的 一个选手的话 他有可能把这个 中路的兵线空到 让你的玉母蜘蛛 完全拿不到 哇 这里完成一个单杀 抱歉 我这里露了一人头 又是一波单杀露掉了 这里给上一个 这个锤锤到两个 尸王十公摸棒 吃 吃一下 看一下 Jerrox在这里想混质力 你沉默树树式的技能 给上以后 但是 对方这里神域是给了一个磨免 Jerrox已经被打死了 大胜这里打出被动 还差两棒子 应该是 我去 一棒子这臭死了 伤害有点略高 但尸王这也没了 看看 迷团 这里正在北安娜 Jerrox现在的攻击力并不是很高 波浪形态过来 身上现在是没有其他的技能 不过大胜赶到战场以后也是帮水人拿到这个人头 然后一张TB回到中路 看看这里身上现在是没有搭棒子的CD 没有办法再去收一波小蜘蛛 那么这段时间双方的一个经济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前期OG是在拿到了1000加的经济领先优势以后 被液体追回来了 也就是玉米蜘蛛在进入正常发育的节奏以后 他们这个节奏再往回追 再加上现在迷团 Jerrox的迷团的发育速度还是相当的不错 身上现在有支配草鞋 再加上一大堆的辅助装 大胜其实在中路没有选择去把这个兵线空到足够好 这个大胜上述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不过周围的人伤害跟上来了 那这样大胜没了 大胜这个上树过来的时候 被GH直接一个凋零破树 这个已经是上一场比赛就出现过很多次这个情况了 这样下路的这一波接触的话 暂时大胜没有办法来帮忙 那么只有狮王加水势加上沉默术的话 这哥仨输出不够 这哥仨是团战的好手 但是前期对线这三个人的输出确实是差的太远了 自己的沉默术是吸到质力 这样的话成本很低 这波成本很低 打完了以后还可以再过来去杀一下格格 这里一下两下 被给上一个缴械 果然是 但是还是要死 这个地方一个进化给上 再拖一点点时间 但是Topsen反而是打出来了自己的一个被动 上树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上树 杀王这个地方 选择原地杀成暴 再加上大招 Topsen这个地方在打车回血 选择在打车回血 留了一层 留了一层准备的是给大胜子回血 这个位置一个大胜子打出来 还是被沙王直接一个穿刺打中 因为凋零过来以后把树破了 这里大胜选择是开了一个72遍 想躲一波对方的输出 但是仍然被完成了一次击杀 然后玉母蜘蛛的经济 现在是保持在全场第一 神牛在这个位置 现在是一个空蓝的状态 但是玉母蜘蛛不敢惹他 玉母蜘蛛带着自己的一堆儿子 过来找这个神牛的麻烦 是很不合理的 但其实玉母蜘蛛 如果他自己有比较高等级的被动的话 他可以自己一个人过来找神牛的麻烦 他可以不带自己的这些小蜘蛛 沙王这里吸一口 手上有回血 但是没有什么卵用 周围没有对方的单位 这样双方的一个经济 变成了马桶的玉母蜘蛛解肥 然后234全都是OG的三大哥 死问目前的经济 反而是已经掉到了全场倒数第四的一个位置 已经进入了一个酱油位的经济 所以队友赶紧过来帮他去打一下远古野 但是这个打的效率实在是 其实现在的远古野对这个低等级的死问挺不友好的 这个地方也是靠着沙王用杀人暴帮他去提供了很多的一个输出 这波死问在期望远古野以后经济超过了沙王来到了3400块 不过死问这个英雄在游戏中期补经济的能力倒是不用担心 补经济补的非常的快 玉母蜘蛛目前双身上的装备呢是有一个 看看下路这个地方 大胜砸下来中一个棒子抽出来 一下再给一下打开被动 然后再往前追 知道你要给我脚械 我也不着急 这里选择直接给了自己一个无敌 然后TP回家 漂亮啊 这样吧应该是死不了的 出来以后应该是死不了的 还刻了一个大药 很期限啊 这个神域发挥了也是 他说昨天说Liquid在转型 转型成功可以跟Secret一战 可以说说吗 目前来看他们距离转型成功差的还挺远的 因为Miracle在中单 打中单的时候 马桶的这个一号位的发育节奏仍然是很难保持 现在Liquid只有在马桶使用玉母蜘蛛的时候 可以保证这个双大哥的经济 除此之外 他们是没有保证双大哥经济能力的 如果马桶在使用其他的英雄的时候 得到的资源占比可以跟他的玉母蜘蛛相同的话 那么其实液体会变得很强 但问题就在于现在除了玉母蜘蛛以外 马桶一用其他的英雄就要赶紧去跟着打架 他然后就没有去刷钱 正面战场老是四打五 老是出现这种情况 不得不说液体利用这个谜团来克制大圣的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现在补刀斧的数量来看的话 神域没有带补刀斧 迷团也没有带补刀斧 这样比赛 现在经济来干的话 死温的经济追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这里也区神域过来做眼 又是被抓住了 新做的眼还被对方给排掉了 而且对方击杀他的成本很低 只用了一个神牛加上一个沉默 还吸了一波治理 这哥俩在开一波 我神牛应该跳刀了 果然CB神牛跳刀第一波 在自己家的野区的开物第一波 出来找人的话 应该是往水仁这个方向靠 水仁现在带线带的位置有点太深了 实际上 沙王现在身上没有跳刀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树林大吊穿三连的这么一个操作 没有这个机会 用蜘蛛现在身上有散尸 应该是有机会了 这个位置 这儿神牛直接跳大第一时间 一套技能定住 秒掉了这个沙王 漂亮 这样的话 玉母蜘蛛开了大招 想往上给技能 但是没来得及 看看 神域赶紧过来 去做一颗真眼 在自己家里面 防止对方在进攻的同时 在这个地方不假眼 这样水仁击杀掉了一个沙王 得到了240块钱 他的经济现在已经是反超到了起方第一 大胜目前是6400 排在全场第三 起方第二 玉母蜘蛛在穿了散尸以后也是果断的开始做BKB 尽早的去增加自己的这个刚正面的能力 这样比赛他没有着急去出勋章 玉母蜘蛛如果早出勋章配合死问 可以比较早的打盾 死问小狗里也是一个点金 夹腿点金 然后开始去做双刀的一个出勋思路 上头跳的这个还挺长 它有多少级 这个小本子 挺高的感觉 也是2000级 为什么很多的人的这个等级都是在2000级出头 2000级会有什么比较特别好的东西是2000级左右都会出的吗 神牛又是清了一波小蜘蛛 这里玉母蜘蛛上来直接TP 神牛这场比赛看见玉母蜘蛛的时候也是非常冷静 只要你过来弄我我就TP 大胜这个地方也是 其实大胜现在已经很怂了 看到对方谜团在附近的时候完全不敢浪 上一场比赛就是在谜团脸前都浪的次数太多 然后把自己就浪没了 想比赛打到目前来看的话稳健了许多 安娜的经济16分钟现在8300 不算太肥但是不穷 算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发育情况 2000级给肉山给盾是吗 送肉山是吧 好吧我说怎么这么多人看着都是2000级的一个等级 原来如此 因为我不买本子我也不充本子 我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我看好多人都是维持在这个2000级出头 肉山雕像还有1000级是给盾是吧 大胜这个上书的位置 这个上书的位置 看一下神牛直接秒掉了GH 找了一个路空档 Crokey这个位置呢也是走不出去 大胜直接交大 这个玉姆蜘蛛你这就别进去了吧 这里开BKB 但是找不到人很尴尬 CB是原地拍个地板 但是对方已经开起了BKB 大胜这时候下来 杠他呀 杠他呀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杠他呀 这么怂的吗 你站在自己大招里面 你护甲又高 你杠他呀 不敢杠 觉得就算是有大招我也不敢杠 只能在树上看着自己的队友被对方干死 接着跑 感觉哦呦 这棵树砍的 这棵树砍的有点悬啊 水人赶到战场的时间 稍微有一点点晚 这样安娜的位置 已经被雷龙发现了 手里面有林肯 有林肯的话 玉姆之珠这块没有网的话 他没有鞋追不上 米团来了 推推 凋零加大 拉住 水人这里是提前开启了自己的转属性 但是感觉好像还是要死 变成杀王 你这漂亮 这团战打的就白给 OK 这团战打的就是白给 我们就说这里赶紧上树 然后跳下来开溜 再上远处的 这波麦Control的判断其实很准 MC这个判断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准了 大叔说这个就是想让咱们送他一个本子 不用不用不用 本子我真的是不要 千万不要送我 这个东西 好像也没法送 好像也没法送 所以我很放心 他这波过来没有能够看到这个在TP的玉姆之珠 如果看到这个在TP的玉姆之珠的话 这玉姆之珠应该是可以杀 因为TP已经用了 就算开BKB也不行了 这灵灯他要是插了一颗真眼 刚好看到这个神域者 在这假装了一会儿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神牛 这杀王有点尴尬 杀王过来后 刚好是撞到了这个神牛的拍地板上 那么自己的穿刺也用过了 挑刀在CD当中 神牛这一个板 大圣再接一个棒子 一上来带走 拿到一波双杀 TP的经济来到了8700多 但是死问 大家注意死问的经济 注意这个裤裆掏钱的死问 他的经济 刚才是一直保持在跟杀王差不多的情况下 现在已经是追上了大圣和水人 已经是来到了8800 已经反超大圣的经济了 而玉姆之珠则在这段时间继续保持全场第一的一个经济 这个就是液体在使用玉姆之珠 这玉姆之珠这波好像就有一点点 这个神牛的板给慢了 神牛的板给慢了 但是大圣的一个大招 上来还是有点高 诶 Miricore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留 现在力量的变体攻击可以空很长时间 托布森这时候开始给输出 神沉默给一个大招上来 这里上树 再接着往前追 水人这里给上一个变体攻击 但是敏捷的 波浪形态出来 还是想杀 变成死问 给一个锤 诺条过来吸一口 大圣大棒子 砸一下跳下来 开始给输出 死问开大 原地直接刚死了 对方诺条的一个失望 但是自己是被安娜和大圣两个人 直接带走 安娜的雪儿是拿到了Miricore的人头 425块钱 现在双方的一个比分来到了18-13 现在OG的经济 现在是领先着1000 反超完了1000 而且这波打完了以后 比较关键的是由于 玉母蜘蛛被打死了 所以对方的经济 现在是反超这个玉母蜘蛛了 马上要 连安娜又是转了一些属性出来 哦 中路这个塔没推掉 玉母蜘蛛复活以后 过来沙皇条头穿字 留下神牛 但是自己的队友 这个时候尚不来 谜团手里面没有大 虽然有推推 但是没有大招 好 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18-13 这个差距还是很小 讲道理一下 登场比赛的质量 这个两场比赛的质量下来 确实是挺高的 另外给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国内观众的一个消息 下一届的minor 也就是在这些阵中杯开始之前 最后一个minor 斗鱼这边是有版权的 但是预选赛 预选赛是不是要播 我到时候看情况 好吧 我会尽量的去播 但是我要看情况 因为如果我播预选赛的话 就会变成 我要把预选赛播了 播完了以后 然后马上就要开始准备 ESR1 准备ESR1的比赛 而且我在预选赛 我记得好像21号开始 21号开始的话 他应该是打到周末 然后我周日需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所以可能就那天没法给大家播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播不完 有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不过minor的这个比赛就从今年所有的minor来看的话 比赛的这个观赏性还有质量也是挺着急的 真的挺着急的 让人 我跳这个高台 立一个墓碑 不过这个位置还是该死还是要死 这里 这个地方是一个推推抬了一下 不过还是扛不住 对方在这个珠王里边跑太快了 一个平衡直接A死 而且并没有其他的厉害的队友过来支援 大家剩下身上的装备准备出的 应该是出了一个灰奥吧 还是否决 做的是灰奥 这样比赛他选择出一个灰奥来去干扰一下对方的这个输出 因为预液体这样比赛的主输出来自于死问还有蕴蜘蛛都是要靠平A的 那么这个平A的伤害利用团队闪避之剑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观众说minor有VP minor里边 VP并没有翻车呀 为什么你们会说minor里边有VP呢 VP在独联体赛区的淘汰赛上面来看的话 现在他们是0比1暂时输着这个落后windtrack 就算他们输给了windtrack 他们也可以再调到败者组织去打 VP现在又没有被这个major淘汰 为什么会说他已经进minor了 然后另外就给大家一个信息 独联体赛区在这届比赛当中已经有一个确定下来的进这个major的队伍呢叫做红星啊 红星这届比赛是扬眉吐气了不用再去打minor了 直接major出现 而且是这个巡违赛同名出现 看他大胜这个交大 死问这个时候还没有BKB 被大胜一顿技能捶了个爽 这里赶紧救一下 郁木之珠开着BKB在前面挡着 帮着这个王爱这你BKB没了 这场比赛说实话就这一波你就就就刚才这一波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液体这支队伍 呃现在有的这个问题 现在有的这个问题 就刚才这种情况下 郁木之珠开着BKB把对方逼退了以后 然后剩下的事情看看沙王这个大 呃这个大招穿刺这个跳刀没出来 这个跳刀被奥数诅咒打断了 好难受啊这个地方 这好难受啊 这沙王大招都摇出来了 被一个奥数诅咒把跳刀打断了 空大一波 就刚才的这波团战其实死问在第一时间被截火的时候 郁木之珠开着BKB把对方人吓跑了以后 这个时候应该果断的是沙王过来给个大跳穿三连把对方吓跑 然后就就该撤的就撤 就是宁可死个沙王 也不可能就死马克巴曼的这个郁木之珠 但是刚才郁木之珠这个地方是自己一个人追上去了 然后等他再往回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哎这神妞自己一个人这么拼的吗 大胜接一个大棒子 伤害能凑够吗 好像还是不够 只有两个人 对方支援的比较快 谜团反身一个大 钻住两个 反杀成功 nice 大胜 这大胜还拼掉一个 我去 这大胜居然拼掉一个 安娜这里变成了沙王 回头给上一个穿测 准备要单杀一下马桶 波浪行台上来 但是追我们蜘蛛还是太困难了 周围的蜘蛛网比较多 这波暂时打成一波二花儿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开出来转属性 直接被打死了 大胜这个时候赶到战场 大胜是没有死 刚才那一波 大胜没有死 成功逃生 靠着这个灰啊 还真是起作用了 你别说 但是这波水儿给了 学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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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理解啊 一个神牛加一个大胜 凭什么去杀一个2400血的死问啊 这什么道理啊 为什么OG这个比赛的团战老是接的这么莫名其妙的 而且安娜刚才这波水儿上来以后 她是虚灵刀刚刚做出来 虚灵刀刚刚做出来 并没有买活 冲上来以后也是一波白给 看看这里队伍赶紧过来去拖时间 好在这场比赛 玉米之珠并没有选择去出这个勋章 没有剪甲 打若山的速度不快 看看下面 神牛现在手里面是挑刀加引刀加疯 也是很豪华 这事儿装备 这块是看到了对方新插的这个假眼 神牛这里可以过来把这个假眼排一下 其实 若山看了一眼 对方并没有打 这一眼 玉米之珠现在身上的装备 下一个准备出的是蝴蝶 准备出的是蝴蝶 水儿装备现在已经是虚灵灵肯 下一个装备做分身 然后OG这招能先来打入山 看到了很多的小蜘蛛 下面那小蜘蛛给你A掉 A掉以后看看这波团怎么打 沙王大招已经准备好了 大招直接交一个大招 掩护自己的队友 沙王大招跳 跳刀过来又没穿刺出来 空大直接白给 玉米之珠又是在大胜的大招里面 被洗澡洗得很开心 开着BKB抢堵这个大胜 为什么大胜老是喜欢的逛街 我看不懂 玉米之珠这个死 变成死问 给上一个锤 虚灵二连打到玉米之珠身上 玉米之珠这个地方没有死 死问趁机砍死了肉身 但是神牛这个三连 直接带走了玉米之珠 而且Miracle这个地方感觉也跑不掉 吼一嗓子再拖一点时间 可是自己现在是被对方四个人在追 雪儿波浪行来上来 一个平安还没打死 这里变成死问 给上一个锤 打掉这个盾 死问起来以后 跳刀能走得掉吗 能走得掉吗 能走得掉吗 一个板没走掉 这个板打完了以后 陈波术也赶到了战场 这里过来一个锤 锤住两个 风扇吹起来 安娜这个地方好可怕 最后一个虚灵刀 带走了死问 勉强算打赢了这波团战 差一点点这个雪儿被秒 真的是差一点 如果不是因为队友把这个死问定住 就刚才被死问这个锤锤住以后 开着转敏捷的情况下 他倒是已经空血了 如果死问当时给旁边任何一个队友 给上一下建设 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水儿给秒掉 不过最后还是让OG打赢了这波团战 但是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经济 现在从经济来看的话 死问的经济已经是远超对方的大胜 而且是追平了水人 跟自己的队友运蜘蛛 这波肉山也是让这个液体拿到 肉山和肉山盾都是液体拿到 水人现在就是一个虚灵刀 加上林肯下一个装备做分身 看看这里神牛 看到了一个GH这个板 跳过来再给一个大棒子 手里面要是没有大招 吹风吹起来 拖一点点的时间 这一只手里边是有推推的 但是推的已经用过了 大胜这一个大棒子下来 安娜拿到这个人头 美滋滋 神牛这波过来 一个人成功的就留住了对方的谜团 而且没有用大招 刚才推推这一下有点可惜 推到了一个很极限的位置 大胜这块身上有灰药 现在其实大胜现在刷前速度不会很慢 他身上有灰药 然后没事的时候依靠着这个上树 然后在树上不停的利用这个灰药去烫兵 其实他打前速度不会太慢 安娜这里再推掉一个防御塔 上路是沙王再带线 中路呢 子温是刚刚清掉了野区的一波兵 装备上应该拿到BKB了吧 跳刀BKB双刀了 目前已经是 跳刀BKB双刀加上点金手 等级有二十几 天赋上面选择减的是锤子的CD 并没有选择加吸血 大胜这块接着去在下路清兵线 中路这个地方大胜要是支援过来的话速度不会太慢 这里圣坛附近 能够要提前把这个墓碑插出来 这直接秒掉这也是可爱情 大胜交大招把对方吓跑 但是这个时候玉木之珠可以先把你的墓碑打掉 后排斯温过来以后找陈墨 陈墨是开了一个滤杖 Miracle10秒BKB 这第一波很凶 大胜直接被砍死了 陈墨说说大手给出来 神球跳打三个 水人转身 先带走一个沙王 看看Miracle能不能扛得住 因为这根Miracle没有BKB了 再过来捶陈墨 陈墨有推推但没有来得及去用 沙王选择了买活 斯温这过来接着追安娜的这个水人 水人是变成了大胜 二十几天赋选择的是变队友 那么这里直接一个不愣行 那家TB能走掉吗 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 来得及还好 还好 这波是要等一个队友去破一下林肯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 最终双方的结果是打成了一波二换四 沙王买活 不过这个买活亏了 他没有这个买活 一样能打得了 水人之后是没有死 但是这一波死温挣了一千块 玉米之珠挣了860块 正面团这个大胜给感觉好像 还是没做什么太多的事情 哎 这Miracle就有点过分了呀 这波被秒的有点过分了呀 直接一个虚灵刀 虚灵刀加上变体攻击加波浪形态 瞬间给秒了 一千六百九十五的伤害 瞬间秒杀 波浪形态打了二百九十四 虚灵刀打了六百二 遍地攻击打了七百八二一 这波死温给的真的 这波给的真的有点难受 一千零三十八块钱 直接给了 这样的话水人的分身斧出来以后 杀了这个人以后瞬间多了一千块钱存款 马上就可以奔着自己的兵演出了 这时候这反推回来 反推回来下路 这块神牛 又单杀掉了一个Crokey 这场比赛神牛也是到处在单杀人 而且最关键的是单杀Crokey 没有用到自己的大招 他赶回战场以后还有大招 这里水人上来虚灵二连 先把你的蜜蜘蛛打掉一半血 中路的高地要这么白给了吗 你们哥几个 能打同一个吗 这么贪的吗 你们这哥几个 血量有点低 安娜这块血量有点低 仗着对方死温 这边不买活 拆掉中路高地 往回撤 这个时候水人是选择变了自己队友的狮王 然后在这插了双墓碑 插了双墓碑 来作为帮助开团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变成狮王的话 还可以去吸一下对方的力量 还可以奶自己一口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24级的水人 22级的死温 这个死温追出来 追出来了 挑刀 一个锤 锤的是狮王 这块狮王开大 多拖一点点时间 多拖一点 睡一点 开大以后因为有一个减速 这块死温是一刀砍死直接 这里大圣已经是赶到了自己家上过二塔 回来去清一下兵线 那么狮王的复活时间有40秒钟 这里Liquid还是开一波物接着追 这个Liquid的 这个刚刚一波烈士团以后的一个反打 非常非常的坚决 这支队伍 神牛这里该走要走 神牛该走就要走 看看变成狮王以后 插一个墓碑拖一点时间 掩护了一下这个沉墨 沉墨这里成功利用推推逃生 利用绿杖加推推 哎 杀王这还是要追 转身虚灵二连 哎 这个虚灵是打到了自己的这个沉墨身上 救了一下这个沉墨 但是也是因此没有能够秒掉这个沙王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失误 看看神牛这个时候就被定了一手 大胜开的大招的位置不错 沉墨跟神牛双双买活 先带走一个谜团 神牛跳大 留住了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这个时候没有BKB 神域给一个大招救一下 玉母蜘蛛这里再被给上一个虚灵刀 另外一侧 Jerox追死了神域者 看看这里还有一个玉母蜘蛛最后被打死 死了 已经提前选择回到家里了 提前选择一个TP回到家里 那么这一波最终的结果是靠着神牛加沉墨 两个人的买活 击杀到对方的谜团 玉母蜘蛛还有神域三个人 从经济上来看 两边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两边都没赚 一边挣了50多块钱 一边亏了98块钱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水人的经济的增长速度 这段时间很快 因为几次团战他都没有死 在有了虚灵刀以后 再加上超高的一个等级 而且他现在已经25级满级了 加了三个变体攻击的目标 但是他的变体攻击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优异 而且是一个伤害很强的一个优异 下落这个二塔 这怎么说 OG这边下落二塔 进攻的话 兵线稍微有点远 目前死温身上 诶 他在出紫园 他要出血迹 死温要出血迹 死温要做血迹 羽毛之珠现在身上是蝴蝶 BKB 散尸 夹腿 然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去补一把跳刀 安娜的这个变体精灵 目前身上的钱已经是够出兵眼了 但是他要考虑一点留买活的问题 留买活的话他现在还差小2000块钱才能够去在买活的情况下做到兵眼 托普森的大胜在出完了灰奥以后是补了一个分身 然后开始去做兵眼 还是要赶紧把自己的这个属性给撑上去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出个滤杖也未尝不可 并不丢人 讲道理 出个滤杖或者出个虚灵刀之类的东西 不丢人 这个神牛有没有机会直接弄死的 沉默大招交出来 但是死温很凶 直接锤爆爆两个人 托普森这个还在自己的大招里面在拖时间 只是虚灵二连打一套 但是大胜这个位置感觉看不住了 直接被对方的双大哥给带走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谜端选择买活 目前是打成一波二换三 沙王 沙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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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买活 这里死温一个锤 留住了开着滤杖的沉默术士 这里水人一个遍体攻击 打出来两个人 然后波浪形态加TP 直接回家 这波可以回去了 留不住 又是一波四人团灭 又是一个二换四 这波打完了以后可惜的是肉杉没刷 肉杉还有20秒钟的刷音时间 20秒钟以后 狮王可以活 大胜倒是有买 这波可以过来去逼一个你的买活 逼一个大胜的买活 因为光靠一个水人的话 这波你很难去 这里玉木蜘蛛赶紧往回跑 突然想起来了 好像刚才死温有过类似的情况 直接被干死 这波Liquid并不选择 直接上对方的高地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他们要过来去打这个肉杉 打完肉杉再回去上高地的话 可能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那么这个肉杉能够带给他们的 就是不让对方拿到盾 只能说是不让对方拿到盾 但是自己也不能够利用这个去做太多的事情 目前从等级上来看 那么双方的经验差距不大 大老师给的胜率也是 目前暂时还是看好OG的实施胜率 玉木蜘蛛身上带着奶酪 死温带着肉杉盾 但是他现在身上已经有了血脊 其实现在死温的输出到不算低 加了40点神之力量的额外力量 神之力量额外力量加上的话 他现在一个大招可以给自己加70点力量 也就是可以加1000多的血上限 开大以后4000多血这个死温 而且他的大招所带来的一个额外的攻击力加成的话 这70点力量是算基础攻的 也就是说光这一个大招可以带给他 70点的攻击力 力量带来的攻击力 然后还会有106%的这个大招所带来的一个攻击力 这个提升就很多了 看看这里noteo noteo这里应该是直接没了 死温在开大以后 目前的攻击力已经是高达接近800 两刀直接秒掉神牛 大招这里给上一个棒子 再往前追 再一个锤 锤过来破掉你的林肯 所以这已经转出了4000多的血 转出了4000多的血以后 这波这个死温的输出现在吓死个人啊 没有统计到这个神牛 看下神牛被击杀 死温是只砍了三刀 一个锤加三刀砍了2700多的伤害 一个锤三刀就可以达到2700多 暴击以后的伤害确实是有点高 那现在没有神牛 神牛暂时也没有买活 从买活来看 目前神牛的买活是在CD 就是说对方知道你神牛没有买 死亡马上活 这波带盾带奶 直接上你的高地 带盾带奶直接去上高地 水温这里虚灵二连打一套 直接把这个玉米之珠打成一个残血 可说可以赶紧给上一个磨免 加上两口血 这样的话血量基本上可以抬回来 但是水温现在的虚灵二连的CD很短 他可以没事的甩一个这个变体攻击出去 毕竟有冰眼加林肯这么高的属性的情况下 蓝量很充裕 这时候神牛快复活了 那么液体应该还是要找机会 死温这个英雄的打法 就是这场比赛液体用死温这个英雄打法 用的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死温 死温这个英雄不是说一波团战 我要在正面战场去站多久 利用这个大招打出来多少伤害 他就是一个利用自己的大招 在短时间内最短时间内给你一个 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关键点给你秒掉 比如现在这几波团战他的关键点 找的都是对方的神牛 如果能找到你的大哥位当然更好 找不到你大哥位的话 我就先把你的神牛给你怼死 开着大招的情况下 只要跳到你身边一个锤挤刀就可以把你的神牛秒掉 这样你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控制 而在我自己开着自己的大招加战吼的情况下 也并不是很害怕大胜的这个大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在一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自己的安全有保障 就我不是说我一定要能够用大招把你五个人都打死 我找打死你的关键点就可以 已经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死温了 然后剩下至于我还能打出来多少伤害 这个就看队友了 这些死温上来直接找到了狮王 推推加一个蓄定刀 救一下大胜加开一个大招断了战场 打断了断战场 对方支援的一个路线 但是死温自己一个人还是成功的追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利用自己现在超高的攻击力 还在往前追 跳刀过来 锤到了一个沉默术是很关键 沉默这里赶紧往回跑 一张TP 这个TP有点想当人了 又是被死温找到机会杀了两个人 这样吧死温自己的大招马上要到时间 等马上到时间 到时间了以后我就回来不着急 再接着找下一波机会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人没有买活 或者我的队友撞得还很好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选择去上你的高地 这个就是死温的标准用法 非常非常非常的标准 这个也是为什么Liquid敢拿一个死温 去给他打接近单核这样的一个存在 OK这套技能全废了 神就跳大空大了 被对方一个磨免救下来 那这样呢这波团战没了基本上 这里CB已经被打死80多秒没有买活 那他要选择开启自己的滤杖 水温目前在正面战场 这里赶紧用自己的遍体攻击给出车 没来得及 这里密团大招拉住了水温很关键 沙王要大水温这波直接被秒 带死水温要买活 大胜也要死 大胜也要买活 两个大哥买活以后 水温这里虚灵加二连上来打一套 死温是现在死血的一个状态 大胜这个地方没有招击给大胜子 打到了后排 水温没有开启开启了转属性 这个时候分身往回走一下 力量面积攻击来一发 这里变成沙王给上一个穿刺 转身留住沙王 这里队友再给一个磨免 再给磨免开始加血 大胜交大招留住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奶酪已经之前吃过了 现在没有BKB 但是快体型出来 大胜这块成功的追上了 提供视野那带走了对方玉母蜘蛛 这里追上来以后大胜子留住神域者 沙王给穿刺 这波神域身上套着一个磨免 很硬 但是还是扛不住对方的物理输出 那么这波是液体打得很赚了 已经是 逼了对方两个大哥买活 而且几乎是把对方五个人全都杀了一遍 但是没有能够留住死问 而且死问的肉身盾也并没有浪费掉 也不算没有浪费掉吧 他虽然最后没有去卖这个盾 但是这个盾提供给他的一个 这场比赛该有的效果已经都有了 目前从经济来看的话 死问是25900超过了水人2000块钱的一个经济 大胜的经济目前跟对方玉母蜘蛛勉强持平 三号位的经济神牛比谜团少了2000块钱 还可以接受 团队经济方面现在液体领先着8000多 但是从这个高地兵线来看的话 目前OG还是少还是领先着 反正他们还是领先着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提前推掉对方的中路高地 而己方这波是掉了一个中路的高地塔 依靠着买活强行守住了这波 25级的大胜 现在在正面战场的作用也是比之前要更加的明显一些 下一个质变的25级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迷团选择是加了500点生命 现在2400多血 玉母蜘蛛25级选择是加了60点 极度即可的攻击力和吸血 这样他开始大招只要有人让他打 他应该是不会死 嗯 杀王的25级天赋的话 应该会选择这个杀战暴的致盲 加50的这个杀战暴减速和致盲 这场比赛现在打的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艰难 两边都 因为现在打到了44分钟7000的经济差 这个非常非常的微弱 真的非常非常的微弱 而且在大哥位的经济现在并没有能够卡大件的情况下 这个差距其实非常的小 看看Liquid一波开悟出来进攻 这个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波了 而且从买活来看的话 目前液体占着绝对的优势 这个是破窝神牛给一个板拍地板 赶紧跑 这个时候不能留 犹豫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犹豫 看看另外一侧大圣的位置被发现了 狮王白给大圣原地交大 一个棒子敲出来 这个棒子给的是空的 空的一个棒子 两边大哥位都已经把BKB交过了 Top10这个地方也是赶紧要往回撤一下 因为自己的大招持续时间快到了 两边是各交了一轮技能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死问 没有交任何技能 死问现在身上所有的技能都还在 这波的神符 河道的神符很 这个现在是45分钟 不是整输的 不不是偶数分钟 25分钟的赏金神符 OG这边空的美滋滋 把四个神符都抢了 那么这个神符拿下来以后 还是不少钱啊 讲道理 这个神符真的很值钱的 在这个时候 买活方面 目前是液体的一个全面优势 因为他们有买活的是三个大哥位 三个大哥都有买 两个酱油 现在是缺钱 对方的是两个大哥在此买过CD 这个就差距很明显了 看到这里上路二塔可以反补了 其实没事的话 但是估计应该不会选择反补 因为如果我能够去把这个兵线扛住的话 我应该不会去选择反补 诶 这个狮王 这个狮王又白给了 开一个绿杖 但是没有推推 没有人能过来救他 有推推吗 这里虚灵打一下对方的神域者 这个神域能不能杀 十牛上来给上一套技能 但是神域这里拖了很多的伤害出来 大圣交一个大棒子 死问 侧面过来 直接找到沉默树是秒 漂亮 包机打出来以后 安娜开启了一个BKB 这输出有一点略高 输出有点略高 这里大圣上来 看见这个死问 直接打死了 虚灵刀带走 谜团拉一个大招 但是死问一时半个过不来 他没有办法利用谜团的这个大招 去击杀掉对方水仁 大圣交大 水仁还在追这个谜团 而且死问现在没有大招 波浪形态上来 带走一个 再往前追 还有一个杀王 这里再给上一个虚灵刀 想要一张TB回家 这个时候没有打断技吗 有风胀 有风胀留住 神牛 好这波风胀又立功了 水仁再一个波浪形态 带走 完成三杀 现在正面战场 只剩下三个人 杀王死问 还有运木之珠 但是死问没大 死问没大 这怎么办 虽然他是有买活 两个大哥都有买活 这个死问是刚刚买活出来 运木之珠目前还有买活 但是这个死问没有大招怎么办 死问没有大招 现在大招的CT还有40秒钟的时间 OJ选择过来去推下落 并没有着急 先去推你的下落 水仁目前身上的装备呢 准备是要去再耕一个 他下一条装备再耕的话 准备是耕 已经要吃音乐了准备 这个物理输出啊 25级水仁的护甲还是高 死问跟他对砍砍不过 死问的护甲在有高塔保护的情况下 是18点 没有高塔保护只有14点 水仁的护甲在高敏的情况下 能接近50的护甲 也就是他有大概80%的物理减伤 死问就算开大以后有800攻 打到这个水仁身上一刀 就只有100多的伤害 这个真的真的要命 这波肉山盾马上打完 马上打完 沙王也是中了一高数诅咒 跳刀用不出来 刹心球碎片 大胜拿到手里面 下一波团战大胜双大招双BKB 加双分身斧 Miracle Miracle 现在他的死问 这个时候看看死问 有大有BKB的情况下 那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个复活盾 买活方面 两边大哥呢 现在都没有 运木之珠也没有流买 他选择是把钱 跟出来了一个否决 挂尸 看见这个死问 开BKB 沉默直接交大 这个时候死亡摆给 死亡直接摆给 但是吸收了很多的伤害 这里Crokey 身上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威光披风 救一下 战场另外一层死问 还是扛不住这个水人的输出 水人输出太高了 这里BKB开出来 又一个变体攻击 打到弥端身上 弥端出来以后直接被带走 高地上面还有一个神牛 留住了对方的一个神域者 神域这时候选择是开启了一个威光披风 但是大圣有灰要一直在跟着 这时候应该是跑不掉了 拍个地板留住 水人选择过来直接拆基地 漂亮 这样啊 这场比赛马上结束了 因为死问并没有买活 看看另外一侧 玉米蜘蛛和沙王两个人留住了神牛带 神牛开启了一个驴杖 大圣过来 A死一个 Vent control这个位置 再被风杖吹起来 落地拍地板 有吗 不需要 直接让水人跟大圣两个人A死了 GG 恭喜OG 这场比赛最后还是顶住了对方 一波又一波的反扑 双方的比分来到1比1平 1比1平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BO3的决胜局 还是好看 这个比赛真的还是好看 很精彩啊 好吧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师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咱们稍是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3的第三场决胜局 讲道理 这个比赛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因为这场比赛 真的不是两边谁失误多 而是两边真的是看谁打得更好 OG这个阵容在游戏的后期 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 就是死问这个大招型的英雄 他的每次进攻就是在游戏的中后期 那段时间很多次的机会 击杀到了对方的一些关键点 但是上不去高地 上不去高地的原因就是因为死问 这个变身系的英雄 死问跟TB的区别在于 TB的变身持续时间比死问要更长一些 虽然他的CD也要远长于这个死问的大 但是他的持续时间长 一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他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去上到对方的高地 然后另外一个区别就是TB变身以后是一个远程 特别是25级以后 他的这个加温射程 他的射程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程度 那么这样他就可以在一波团战结束以后 能够打出来 第一个是团战的时候打出来更多的输出 第二个是团战结束以后 能够更好的去上对方的高地 两只对我打的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行了 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顺带说一句 顺带说一句 谁出血迹谁输 好吧 出圣剑都比出血迹强